我们在游乐场玩了半天 Amy在给她姥姥视频 出来两个来月她就想她姥姥了 今天太阳还不错 用咱们的折叠太阳能板 给一灯电源充充电 现在充电功率还可以 老度这块是300瓦的折叠太阳能板 电源容量是2.8度电 是厂家今天的新款 可以安装行车充电 可以时电快充 可以太阳能板充电 逆变功率是2000瓦 自带逆变器 这款电源体积重量都不是很大 可以随时拎起来 虽然老度现在车上 是车定有1880瓦太阳能板 但移动电源在户外的时候 还是比较方便来用 开好的话就用太阳能板 给移动电源补补电 然后咱们就准备做饭了 饭还是要吃的 媳妇闷的米饭 昨天买的金昌鱼和带鱼 今天给艾米做顿鱼吃一吃 今天大厨给我们做鱼呢 一做鱼我就闪开了 因为大厨吃不了我做的鱼 是我做的超级难吃 是不是大厨 做鱼很稀 所以说做鱼的这个问题 就交给大厨来了 一条这叫什么呀 金昌 金昌还有带鱼 带鱼一锅钝 一锅钝就是 最喜欢吃红烧 我也喜欢吃红烧 就是我烧不好而已 有我在 想吃鱼找大厨 是不是 鱼子 呀他撇他干嘛呀 没事吧 你撇他干嘛 对啊 你撇他干嘛 我没有啊 我一直办不撇他 我都饿了 好有食欲 尝汤了没有 好吃不 我这里还要尝汤 叉葱 叉鸡精 鸡精也过来没了 还是料不够全是不是 放醋放了没有 那是生抽这是醋 对我觉得稍微有点酸的话 会会会好吃一点 放的少而已 你还不是不放就那点点 挺香的了 挺有意思吧 来了广东 他说话的 你准备回家了 真有菜 好香 记得给我刷完锅 刷了锅 这个锅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有食欲 这是锅的背头 好香是不是 我自己闻很多好香 我闻着好香 我闻着好香 好香 好香 好了赶紧吧 这个锅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用盘子 然后把它垫个盘子就OK 然后放到这边 直接可以当锅用 也可以当盘子用了 别打烂了 好好说吧 对 媳妇儿蒸的米饭 放的广式腊肠 广式腊肠饭 放多不多 多 专门给你放多的 让你吃个隔壁 好 OK 吃吧 然后老杜炖的鱼 金章鱼和带鱼 然后还有一个蒜蓉白菜 娃娃菜 还有老杜做的饮料 老杜做饮料好喝吗 花一千次 我是一串小蟹段 好喝吗 老杜说句话呀 这小孩 一会儿不让你吃 爸爸烧的鱼来 我觉得刚才得巧一下 对呀 现在我们房车的充电功率 是400多瓦 电量还有 44% 今天太阳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功率 肯定是不正常 不正常的原因 肯定是上面有遮挡了 上面好多树枝有遮挡 今天太阳还是不错的 这边是咱们的 折叠太阳能板 再给移动电源充电 一开始冲的时候 一开始冲的时候还有10%的电 看现在冲了多少了 现在冲到19%了 还可以啊 挺快 在考虑下午的时候 要不要把房车挪一下 因为上边全是遮挡 咱们再烧壶茶喝一喝 怎么样 好吃 老杜烧的鱼好吃吧 嗯 很感情 Amy 饮料好喝吗 好 鱼好吃吗 嗯 这就是我们平平常常 自驾的旅行的一天的生活 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刻 大家更要好好锻炼身体 保证自己平时的饮食 营养摄入 这样才能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祝大家旅途愉快 祝大家都能安康 拜拜朋友们 明天再见